那么,比如说英国,我的国家,那么在英国海盗,在自己的英国的这个法律体系下就不是犯罪行为,但是它是国际法的,如果根据国际法来说是违法行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它有一个难度来说,如果它是一个国际法,一个中国的船只抓到了一些海盗,那之后怎么办呢? 但没有一个国际法庭,你可以把这些海盗送到国际法庭去,所以说这些中国的这个商船如果抓到海盗,它就要把它交给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来处理,那么中国的法庭是不是要来处理这些或者说审判这些海盗呢? 它是不是要在上海或者北京来审判这些海盗呢?还是它更希望这些海盗呢?就是在它自己的这个地区,比如说索马里地区获得处理。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索马里的政府来说,现在这个所谓的过渡性的联邦政府,还有别的两个当地的政府,它们都不是很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像是美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那样,它们都是非常虚弱的。 它们没有现在的一个司法体系,法律体系,所以它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处理海盗的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的现实情况是,尽管在国际法下海盗是违法行为,许多国家现在还在是自己来处理一些法律上的要求,来保证它们在合法的情况下来处理它们抓住的一些海盗。 这就使得应对海盗问题非常的困难。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索马里海盗劫持中国船只是距离,是在距离索马里海岸大约700海里的地方发生的。 那么上个星期,袭击中国的一些船只甚至更远,是在距离索马里海域大约1000海里左右的地方发生的。 这就说明了这些海盗现在势力越来越大,基本上具有了这个叫远程奔袭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美联社呢,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联社说呢,为什么来自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一小撮犯罪分子呢,就胆敢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峙,而且还能屡屡得手。 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些海盗它可以有这种远程的这种攻击能力,因为它有自己的船只,差不多到06年07年,他们以前的自己的船只都是渔船,然后呢,他们会在渔船上再有一个攻击船,他们所以只能是攻击300海里左右的这个海域。 但最近呢,他们用一些大的这些船只作为他们自己的船,比如说德兴海号,它就是被这些大船只来攻击袭击的。 还有一个英国船只,在上个月底也是被海盗这个,被海盗截持,而且海盗的它自己的船也是它自己以前截持的一个船只。 所以它的现在的攻击区域就扩大了。 那为什么他们在那么远的地方攻击,也都有这个那么高的成功率呢? 是因为他们的暴力袭击的程度越来越高了。 在05年之前,它的这个攻击范围还是很小,但是05年之前,它也攻击过很远的地方,但是以前它没有成功。 最近几个月的攻击的特点就是它不仅攻击这个海域很远,而且成功了,现在海盗,它马上就,他们现在不是说就只是威胁,口头威胁,它现在是马上就用武器来攻击你,然后来登上你的船只。 所以呢,现在它一方面是马上准备好来使用武力,而且它有能力来用一个自己的一个大的船只来攻击比较偏远的海域,使得最近的攻击比较成功。 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下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电视观众。 张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您好,嘉宾好。 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既然在海上打击海盗不太容易,咱们是不是能够交了手机以后,把人之救出来以后呢,攻击这个海盗的基地,把这个海盗基地的窝给断了,这个行动呢,可以由联合国授权来进行。 好的。 因为它总有一个栖身之地。 好的,天津的这位先生,你看我们中国的听众的观众朋友总是特别关心要消灭海盗这个问题,要永久地消灭海盗这个隐患。 您的看法? 是的,我认为在现实中,其实已经有些政府这么做了,他一旦付了赎金以后,他马上就去攻击海盗,特别是法国政府,他就做过这种行动。 但是困难的是呢,你是不是把这些所有海盗全部杀死,还是说把他们关进监狱,然后让他们接受审判? 如果杀害所有的海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这个做法,但是这可能没有办法防止这些海盗未来来这个劫持中国的船只。 那么很有可能说,下一次劫持的话,那个船上面会有中国的船员,所以这也使得中国的船只有更大的,这个受到更大的威胁,但是呢,这其实是中国政府想要做出的一个决定。 那么你是可以解决这个海盗问题,就支付赎金以后再解决海盗问题? 我们现在还有一分多一点的时间,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呢,在这次中国远洋货轮被劫持之后呢,中国表示要在国际返海盗维护航运安全这个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那么您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这确实是他们所需要做的。 现在所有国际社会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呢,就是说海军船只的数量很有限,特别是美国的以及它的盟军所拥有的船只。 但与此同时,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能说让世界看起来说是美国领导的一个行动。 所以如果中国发挥更主导的力量,这其实是中国把贡献出自己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英国、包括联合国都很高兴地看到这种中国就是采取更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英国地盾安全公司副总裁、首席分析师多米尼克·唐纳德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登陆我们的英特网网站,或是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下面就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 at voanews.com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网络24小时追踪,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东南西北天下市市市报道,客观详实、公正、可靠。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广播、电视和网络报道。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我们再次感谢英国地顿安全研究公司副总裁、首席分析师多米尼克·唐纳德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同时我们要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积极参与,和来宾听众发表的意见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发展,希望您不要错过。 好的,接下来就请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是许波,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